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我是大冰块 只有这里才有大飙车最全的拆车视频 我们快来了解一下 哈喽小伙伴大家好 欢迎回到这期的大飙车 我是徐秋风 当然也是那个指挥桌真话大冰块 今儿就到这辆荣威 MARVO X的底盘部分了 的确在前后防晨凉的时候 最后结尾也跟大家聊了 说这辆车的分的确是不低 毕竟说前后华上梁都是一个全铝的结构 而且做的还是很标准的 在各个指标上 也都基本上可以达到我们相对一个比较满的分 所以说整体来说不太低 当然没有看过小伙伴 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大飙车 今天就到底盘的部分了 上集也说了 说对于这辆MARVO X而言 它到底是全新研发的一个车 还是叫做魔改ERX5 的确在底盘部分会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就今天来看看这辆MARVO X的底盘 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那现在就跟大家一块来看看这辆车的底盘 当时这块我们已经都拆完了 首先要说它的护板是有的 这是最大的一块 当然说前面还有小块 以及后面也有相同护板的 当然说它整个材质都几乎是这种比较偏软的材质 那上集也跟大家聊了 说对于这辆车的水箱架那一块 它的含上法就辅件比较多 尤其是到这块也看到它上面是有一个金属横梁 而下面这一块对于水箱架这一块 其实是没有相应的金属横梁的 而完全都是一个塑料的状态 而这块也看到它的整个的散热系统 也是一个单的一个风扇的形式 好 那么继续向后看 看到没有 就是它一个全铝合金材质的一个负车架 这个负车架是一个全矿式的负车架 而且全矿不能再全矿就很标准 大家看到有一根横梁 两根横梁 三根横梁 然后两根纵梁 而且这五根结构吧 叫五根铝管 咱们要管其实是方的 这五根铝管呢 它们之间是用焊接的方式去进行 当时那铝的负车架呢 咱们会看见过很多 包括说从比较贵的CT6 一直到相对而言比较便宜的夏朗啊什么的 都是一个铝的负车架 对于这辆车而言呢 用铝合金的材质 而更多的是减重的这个目的会更重要一些 好那说完这一块呢 还是要说一下前面这些东西啊 当然说呢 首先呢 它是一个双电机的形式 而这辆双电机呢 是两个电机都是在后面 我们一会儿到后面会看到 而它有一个三电机的一个版本 三电机版本呢 我们上级也说了 只能说目测 因为这块呢 还会有一定的空间 会在这个位置 那这块呢 也会看到一些其他的东西啊 这一块就是我们在上级跟大家聊的 空调的一个电动压缩泵 是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是固定在这根横梁上的 然后有一些相应的管线等等等等 这边呢 是它的转向机构 它的转向机构 是跟这一块和这一块进行固定的 而这个辐车架和车身的连接点 这边是两条螺栓 然后这边有一根蜂窝状的一个结构呢 也是一个全力的形式 跟这边去焊接的 这一块是有一个结构 包括说它的平衡杆 然后是和它的这个重量 这块相连接的 所以说对于它的整个富士架而言 是一共有六个点去跟车身相连接的 当然呢 对于前面这块呢 它的确是没有 这辆车是没有电机的 当时呢 我们的确在我们的屏风板上 有一个叫做发动机保护的这样一个东西 大家也可以看到 如果有电机的话 一定是在这个位置 它不可能在这个位置 因为它这块还有护板嘛 所以说对于这块来说呢 它还是会有一根横梁 会进行相应保护 所以说在这块呢 还是会有相应的得分 当然呢 后面呢 是它的电池 那这块呢 也是跟大家去先打一个招呼吧 因为呢 这辆车的电池呢 小伙伴可能会说 说这个它到底是风冷的 还是水冷的 那的确呢 我们从资料上看到呢 它的确是一个风冷的这样一个电池 但的确我们也会看到 这个是有两根管 往后去了 那到底后面是去到哪 我们到后面再跟大家去进行分析 我们先说这一块 那负车架说完了以后呢 我们说它的悬挂系统吧 我们来看这边 这边看得会更清楚一点 好 这个是它的悬挂系统 它的下支臂也是一个全铝的结构 它是一个铸造式的 是一个铝合金的下摆臂 而这一块呢 大家看到是它的仰角 也是一个全铝的转向杆杆 防轻杆 然后和它的前面的一个避震的形式 当然说呢 还是有一个叫做四驱系统 就是三电机的系统 这块也是一个预留的这样一个位置 如果说这边带有一个电机的话 我们会看到有一根相应的驱动轴 也会在这边相连 好 这边呢 就是它的悬挂部分 也是标准的麦克逊 这块也没什么可多说的吧 当初呢 说到这儿呢 还是要跟大家去唠叨一下 我们在试驾时候 也跟大家去聊了 说这辆车呢 我当时在开的时候呢 就感觉是非常明显的 它的悬挂系统 是非常轻盈的 很轻 在遇见坎的时候呢 它的轮子的这种弹跳速度是很快的 但是它的回的这个力量 拉的是不够的 也就是说 它的整个悬挂系统是因为它的整个材质 包括它的负责架也好 还是它的这下摊臂也好 它能够做到的黄下质量是比较轻的 我在开车的时候也说啊 就是它的整个悬挂这一块呢 轮子的弹跳是非常速度快的 这一种材质是能够给人带来非常好的悬挂的体验的 好 这个是它的整个一个材质的分布 我们今天继续向后看 这一块大家看到 是有两根管从边上进去了 然后这边是一根高压的线 也是从边上进去了 我头顶就是它的电池的部分了 那说到喷涂呢 的确在电池底下这一块呢 喷涂是比较完整的 然后这一块是有一些喷涂 这一块是没有的 当然怎么说呢 从面积来说呢 绝大部分都是有喷涂的 所以说在我们的平常园上呢 也是有相应的分数啊 就是喷涂是比较完整的 两侧是有相应的护板 而刹车管线也好 还是这一根所谓的散热管线也好呢 都是能够比较完整的藏在里面 所以说呢 这块也是有相应的分 所以说到这一块就没啥可说的了 都是电池 电池 电池 都是一个铝板的形式 然后这块有比较完整的喷涂 然后这块呢 就是到后悬挂和电池后面这一块来说 当然呢 对于电池呢 散热呢 一共有两种方式 无非就是风冷的形式 一个是夜冷的形式 当时呢 刚才也说了 说那个官方数据啊 是一个风冷的形式 那两根管到底是干嘛用的 那两根管呢 从这儿又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管呢 是直接到它的电机的 好 这边呢 也是啊 直接到电机的 所以说 这个电池 敌敌一确确 我们眼前看到了 是一个风冷的形式 我们现在继续相看 这就是它的后面的悬挂的系统 跟它的复制架的系统 我们还是先说复制架吧 复制架呢 跟前面就是变化比较大了 后面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钢管的 这样一个形式啊 大家说呢 对于这种结构来说呢 也是一个权框式的 看到这边有一个横梁 然后呢 两根纵梁 然后一根横梁 那这块呢 也是跟上面去相连接的啊 这块都是连接的 没有问题 好 那后面呢 就是它的驱动部分了 那包括我说电机 你看到都是在这里面 而且呢 这种车是一个双电机的系统 的确看到啊 这边呢 中央这一块 其实是它的一个 叫做减速的一个装置 而减速装置呢 后面两边 是它的相应的驱动轴 的确呢 说到啊 这是一个双电机的形式 那具体双电机 它们的这种 所谓的在开启的 感觉什么样呢 还是要去看我们的试驾啊 但是我跟大家要看的是啊 这边 这一个电机 功率是40千瓦 它的峰值扭矩是255牛米 额定扭矩是125牛米 这一个是它 大一尖那个电机 就比较有劲儿那个电机 然后这边 是比较小的那个电机 它的只有25千瓦 那最大呢 峰值扭矩是155牛米 那额定扭矩呢 是70牛米 叫华域 汽车电动系统 有限公司 那最高转速是1万转啊 等等等等 也有一些相应的数值 当然说对于这种大小电机呢 实际上也跟大家聊啊 其实对于是一个 我会认为是比较好的 在续航和动力时间 比较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而三电机的话呢 的确会更快一些 大家看到 散热的管线 是从这边有一根进来了 这边也有一根进来了 从这儿 就可以看到 这些管线会进到这两侧电机 所以说这两根散热的管线 从前面进了一个散热管线 主要是为它后面这两个电机 以及其他的后面这一块的电器设备 而去散热东西 看到没有 这是它的虾支币 虾支币呢 下摆壁结构吧 的确在老的A4上面呢 有过类似于这种结构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个下支币有两个连接点 是连接到副车架上面的 而同时也有两个连接点 是连接到它的 阳角也有我们说的轴绳座 会连接到这一块的 所以说有一个支币 OK 两个支币 三个支币 所以说呢 对于这样说呢 后面呢 是一个三连杆的一个结构 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三连杆结构啊 当时呢 没有这个所谓的纵向的这个支币 是因为它的这个下支币是比较大的 它的这一个力量完全可以抑制度 这个角度的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 这就是后面的悬挂部分 那后面的刹车盘也是一个通风盘形式 那前面的也是通风盘 好 我就跟大家去看一下它的轮胎吧 轮胎呢 是一个古特E的品牌 然后它的型号是235451995V 对 这就是它的轮胎的一个级别 从后面看呢 后面还是有非常复杂的一些水路系统啊 包括说一些电控系统 那后面这一块呢 因为毕竟说没有排气管嘛 这块就没有相应的什么隔热呀 什么 这块就都没有了 好 那这块呢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吧 那我现在呢 也跟大家去浏览完了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看这辆Maw X底盘部分 它得分到底是多少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好 那么现在呢 就来看一下这辆荣威的Maw X 它底盘的得分到底是多少 我得也看到了啊 就是用这个铝合金的地儿呢 的确是很多 那最后的得分来了 那底盘呢 在满分45分的情况下 这辆车最后的得分 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那这辆车最后的得分呢 是43分 没错 它仅仅仅仅仅仅是在后面的辐车架部分 从材质这一块呢 有一个两分的扣分 而剩下所有的部分 剩下所有的部分 在我们的表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得分 并且是最高的得分 真的 仅仅是后面的辐车架的一个材质的问题啊 就是我们刚才看一下 说这辆车是不是看着我们表造的 是不是 首先呢 基本上是全绿汇的那种材质 而且呢 底盘的品种大家也看了 而且呢 刚才有一点是忘了说了 它的电池部分 并没有比前面辐车架的部分 去多出多少来 所以说呢 从这一块看呢 这辆车至少从底盘和悬挂这一块来说 它并不是在一个汽油机的基础上面 去模改出来的 所以说呢 我们一开始说的 说这辆车是不是1265模改呢 最码说从底盘这一块 从我们的这个维度而言 包括说从我们的这个观察的 这种能够看到的一些方面而言呢 它的确不是 所以说呢 对于这辆Mogo X呢 它还是在于荣威这一块 是一个真真正正想为 纯电车而去打造的一个底盘 或者说一个车身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 因为你前面的辐车架部分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相似的地方 它的悬挂部分的材质 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相似的地方 以及它的电池的部分 包括说它后悬挂的部分 以及它这一套三电机的这种方式呢 也是在整个电动圈里面 为数不多的一种驱动方式 当然我们刚才也说啊 说这个三电机的形势 的确比较聪明的一个办法吧 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 至少从官方的这个数据而言 三电机的版本和两电机的版本 它们的叫官方续航里程呢 几乎是相差不多的 当然说呢 三电机呢会稍微的低一点 可以说对于它们的工程师而言 它们的的确确会在为电动车的这一块 去用很多的心思 包括说它们起码说在当时的设定目标 这一块它们的目标是非常的清晰的 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我们刚才也是在聊了这个话题 就是对于一个汽车的设计和制造这一块 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首先你要去预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我这个车设计的时候 1.5吨 这是我的一个上限 是要做到1.5吨 当这个车大部分都设计出来的时候 发现 哇塞变成1.6吨了 还有100公斤 我怎么去减 这个时候工程师就会发挥他们的材质 防热量减一些 后防热量减一些 前防热量减一些 负车价减一些 通过这些通过的努力 最终达成了一个1.5吨的目标 包括说你的风阻也好 包括说你的这个组的耗电量也好 包括说你的电池容量也好 包括说对汽油而言 你的油耗也好等等等等 其实在设计之初 都是有这种叫做设计目标的 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更多的叫做 新势力造车 其实这些新势力造车 他们对这种真正传统的汽车工业的设计 其实真的并不是非常的叫做手到勤来 其实他们的经验还是会欠缺好多的 至少我们看到这一辆 在荣威这样一个传统的汽车企业 下面诞生的这辆纯电动车 起码我们看到了自主品牌进步的一块 真的是进步一块 其实这个车还真的 我们并没有看到更多的 所谓在这个维度上面过多的缺点 起码说我们还是句话 真金白银到底什么样 大家看到了 还是句话不吹不黑 它东西好以外 它就在那的 分数也是在这摆着的 好 这就是这辆车底盘的一个部分 至少我们到现在为止 能够基本上确定 它的确是一个正向研发 非常重要 是一个正向研发的一个电动车 这就是这辆荣威的Mawel X 当然说明天是前后门内 防热梁和甲醛这一块 好 那我们今天底盘 就跟大家去聊到这么多 我还是现在蛮希望的 就说不知道它最后能得多少分 好 接着就跟大家聊到这 我就是不用看别人脸色 自己车 自己组织打一块 当然也是指挥说真话打一块 那我们这辆Mawel X的甲醛部分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还是非常感谢小伙伴们的观看 那我们在这里的视频 会跟我们微信公众号的视频 会进行同步更新的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别忘了点击下面订阅 当然还要关注一下 我们的公众号大标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